寫到這邊來自動寫入的 OK所以這裡的話盡量沒事的話不要去變更它 你大概知道說有這東西就可以了把它關閉 那其他的話還有Android的版本這裡面的話他有一個Android的JAR檔 在這裡 然後其他這個東西這個東西好像是之後 也是一個JAR檔這個這個之後才舊的版本沒這東西 然後還有這個什麼呢 Assets 這裡面的話比如說你有一些 文字檔 或者是說一些什麼外部的一些檔案的話你可以像那個SQLite的 資料庫 你也可以怎麼樣的把它暫時放在這裡或者一些什麼呢 一些圖檔 我看一下這裡面還有一些 相關的 JAR檔這個是 比如說HTML文件 文字檔或者是SQLite檔案都可以暫時放在這裡 然後你可以做存取比如說 不見得一定要變成資料庫 比如說你有很多文字檔然後你希望 今天 按了這個按鈕之後開這個 文件的話你也可以把文件一些文字檔案 都放在Assets裡面 當你按下這個Button的時候就把那些 買一個文字檔把它讀進來 比如說你有小說好了 那你小說要把它當成一個閱讀器對不對 你就可以把那些小說 通通都 先 匯入到Assets裡面 然後呢你就做一個什麼呢 一個結構 然後人家閱讀哪一個 你就按下哪一個 那篇文章就出來了 然後你再增加放大縮小功能 就是一個電子書了 做起來其實不會太困難 這個應該是在我們上學期的課程有講到 在那個Android的進階課程裡面有提到 有類似的Sample 如果各位有興趣的話可以可以去看 OK 那目錄部分這個應該比較簡單 那RES裡面的話包含這些 各位可以看到在那個RES裡面 這個Bin Bin剛剛跳沒有講到這個Bin裡面實際上有同學問到說 老師那個 最後呢 我們compile之後 之後會包裝打包成一個APK檔 那個APK檔到底在哪裡可以找到 實際上有沒有看到 Hello World的APK 就在這裡 所以如果說你將來要想要怎麼樣呢 想要找到APK檔然後直接丟到你的手機裡面 的記憶卡裡面你就點那個APK他就幫你裝好了 所以免安裝就直接丟或者直接Email給人家 像我之前也有試過就是Email到我的信箱裡面去 再從我手機裡面開啟Gmail Gmail裡面有附加檔APK也可以透過 Gmail來安裝 也是直接可以你要丟給人家 安裝一個APP非常簡單 附加檔就可以了 那你就從這個地方可以把它 給給給對方那其他的話RES 那RES裡面的話包含這個什麼 Jobbo Jobbo裡面放的顧名思義 就是圖